城里不用扫纸 我那个一直也没回去看你们 从家的房间给你们磕上个头吧 我在冬天出生 小明叫小宝 我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了 成了孤儿 后来被两个好心的老人抱养了 这两个人 我一个叫姥姥 一个叫太郎 两位老人把我当宝一样 我终于有家了 可那时的我在同学眼里 还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我吃过很多苦 22岁在外面打工 饭都吃不上 一个礼拜花十块钱 从小我就性格特别内向懦弱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直到02年 姥姥让我去当兵 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现在才明白 因为当兵的确对成长改变了很多 之前我一直没想过结婚 是因为我想照顾两位老人 05年这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我又没有家了 现在呢我活在回忆里 时常会想起姥姥和太太姥姥 我们以前生活的样子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 但是不孤独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父亲 我会想起两位老人 总是像你说去却不曾说谢谢你 长大以后才懂得了 你真的不容易 每次离去 每次离去总是总做轻松的样子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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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东奔西套的 其实有点累了 那现在在梦里 还会梦见两位老人 有的时候会时常想起 我觉得他们还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他们还没走 这包包里面有些衣服 还有以前老人留学的东西 这是我小时候 这个是太老罗的照片 中间那个 这是老人留学的毛主席 录录什么的 这张贺年片 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太老罗送我的礼物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 不愿意上学 也不愿意离开家 太老罗就哄着我 领我去上学 每次经过小摊的时候 他都会买一些小玩具 和黏片来哄着我 就是让我上学 我特别感谢他 我特别想对你说的 就是特别不希望苦难成为你 不自信 不自信 怯懦不幸福的理由 因为这个世界上 你不坚强 没有人替你坚强 你不勇敢 没有人替你勇敢 没有散的孩子 就必须特别努力地奔跑 你真的很棒 你太坚强了 虽然咱俩不能成为恋人 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妹妹 场上的女嘉宾都愿意做你的亲人 全程热恋以后就是你的家 小宝的第三个短片 没有亲朋好友的介绍 因为他常年在外四处漂泊 所以没有人能给他说 但是呢我答应小宝了 一定会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小宝 就是马上产生 产生的姑娘多多地关注小宝 小宝我们都支持你 我们祝福你早日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小宝虽然我们素不相思 但是我希望你牵手成功 祝你幸福吧 小宝上有了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他需要的时候 会想到他 虽然小宝没有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他还是一样渐渐的长大 小宝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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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我支持你 小宝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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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叔叔加油 小宝叔叔加油 小宝加油 B上好啦 加油 虽然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人 但是我想你刚刚看到的 所有陌生的面孔 和现场所有陌生的人 都是你的亲人 你能感觉到这个 dangerous吗 能 对 我是在外地工作 我是做业务员 之后 我 你能适应 就是说和我这样的人 到外地去工作吗 如果说要是 不适应就不适应 适应就适应 我应该能适应这个工作 还有就是说 我是离过婚的 我要是来到这儿 我不在乎说 离过婚 没离过婚 我只在乎 你的真心 那我就想问你 就是以后 怎样对待我的孩子呢 对待你的孩子 如果我接受了 我就会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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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